月娱舞台剧《相约星期二》本月11至13日将在波安市艺术剧院演出 这出舞台剧借着生老病死的人生常态带出了诸多的生活智慧 日前舞台剧组的演员和导演共同召开了记者会 来看报道 《相约星期二》改编自同名小说Tuesdays with Marie 台湾则翻作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这本在全球畅销的写实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后 由中英剧团演出也大受好评并速度加演 一举拿下香港第十七届最佳舞台剧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演员奖 这次中英剧团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剧团 我们对他们所做的教育方面的戏剧都很欣赏的 所以他们来找我们合作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是洛杉矶的观众的福气 因为不需要跑到香港去看他们演这场戏 这是舞台剧借由主角在恩师临终前三个多月的对话 带着观众一同探讨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让观众领悟到明白死亡 你就懂得活着的宝贵议题 他在这个戏里头讲了很多人生的问题 无论是生老病死 怎么样面对死亡 怎么样面对你工作的态度 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都会碰着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中总有一个问题是会插进你的心里头 让你自己反省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做的不对 或者是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改良一下 所以总有一些地方会感动你 11月11日至13日 相约星期二将在波恩市艺术剧院连续演出舞场 票价自25元到45元不等 民众可自行上网购票 国际卫视记者卢慧娟朱思勇洛杉矶报导